同学们大家好,这是Gekutio 今天我要示范一下如何用手机 或者私人手机或者是你们的平板电脑来完成设计这个功课 在还没有开始做你们的功课之前 你们老师推荐、老师建议你们 最好是去Google Play Store 先下载Google Slides这个软件 下载这个Apps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用到Google Slides 如果你不要事先install也可以 到时候你进去的它也会叫你install的 但是在这里我们先install 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install好过后,你什么都不需要点 回来你的Google Classroom 进你的班级,找这个课页 点击过后,就会看到这个页面 那么课页在哪里出现呢? 你看到这里有个小箭头对吗? 只要把它点一下,它就跑上来了 或者是你要拉上去也可以 这里有出现Mark Extant还有Add Attachment Mark Extant你们都知道了 只有完成功课和成交的时候才会点这个 那么现在我们还没有功课 那怎样完成呢? 首先去Add Attachment 点一下 OK,你看到这个New Slide 我们点击这个New Slide 然后等一会儿,稍等一下 系统创建你们的Google Slide OK,在这个步骤创建好过后 它只会自动弹到Google Slide 那在这个时候呢 你们是不能改东西的 你只会看到一个空白的页面 还有一个三角形 还有一个人像 那么要怎么去添加或是放字体 放照片呢? 你只需要在这个空白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选择这个Add Attachment 它就会出现这些东西了 OK,首先我想介绍一下 什么要怎样打题目呢? OK,我们首先在这里打题目 那么你双点 在这边双点这个空格 OK,双点点两下 它就会出现这样子 那你就可以开始打字了 OK,这里我们就打设计与工艺 OK,出现了 那么呢 要怎么换字体呢? OK,首先我们点 也是同样双击 点两次 highlight你要的字体 OK,在下面这一边呢 B就是把它变出 OK,再点击,变回U OK,除了U U是Underline 画线 我们没有用到 这个有A字呢 然后一个黑色的线呢 是Text Color 换你要的颜色 OK 好,红色 青色、蓝色、黄色都可以 OK 那么有些同学喜欢创意点 他可以先highlight 第一个字他要红色 那么他要第二个字呢 Olin 色 第三、第四个字呢 又普通颜色 OK,假如我放 他要这样子 然后 中间呢 他也要放普通的颜色 放紫色吧 OK,他想要打成这样子 也是可以的 OK 那么 字体方面 要是 它的颜色 就是找下面这里 OK 那么 我们要把它放在这里呢 就是字体的 它的 位置 点这里 它位置就跑去旁边 点这个就在中间 点这里是另外一边 而这个呢 是放大 OK 我们通常是用这个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要把字体变大一点 什么办 也是同样呢 双击 highlight你要放大的字体 然后你找这个 上面这个 A 有三条横的A 点击一下 在这边里面可以换你想要的字体 但是目前为止呢 华语字体呢 是没有得放啦 要另外一家 所以不需要去动它 OK 那么第二个你会看到size size就是大小 OK 放大放小 好 点击你要的 或者是你直接在这边 OK 这样子啦 OK 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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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 点到放大到你觉得OK的 差不多这样子 就好了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好了 我们题目完成了 现在我们要写名字 OK 我们就双击下面那个空位 来空格 OK 打 华语啊 名 字 OK 毛号 好 OK 假设我放一个名字 成 大 零 OK 然後 班 吉 再喊 毛号 四 街 OK 四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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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老师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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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放 指导 老师 OK 王 老师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的封面了 那么如果你想要在封面上添加一些背景图的话呢 OK 等一下我会教你们 OK 好 那么你们就需要找这个加 当你点击加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各式各样的选择 那么呢 要选择哪个来添加照片 按 Image OK 好 当你点Image的时候呢 会出现两个 一个是from photo 一个是from camera OK 大概知道了 然后t呢 text呢 有各自的t 就是添加你的 那个 写字的 那个 字体栏 OK 让你打字在里面 OK 那么现在我们暂时先放好 第一面是这样子 后面 那么现在我做第二张 就是草图1 OK 要添加另外一页 怎么添加呢 添加的话你就找这里 OK 下面这里 点一下 你就选择你要怎样的 要怎样的 pattern OK 那么结果第二呢 就想要用空白的 我就选择blank 你看 现在它有两面 第一面是有的 第二面是还没有的 OK 现在呢 我要怎么打字呢 所以同样的 添加 按text OK 在这边 我们可以打 草图1 OK 打好字过后 但是字体太小是吗 OK 我们可以把它zoom 大一点 放大一点 然后呢 再来点击 A 双击两次 OK highlight它 然后点击这里 记得字体大小就是A这边 OK 然后这边其实也是可以换颜色啦 一样的 其实在这边可以换颜色 这里也是有的选 那么我顺便在这边选一样 跟下面那个 button 其实是一样的 OK 我选红色 然后把它放大 然后字体呢 大概是这个样子我要的啦 OK 然后这个格子我们稍微拉给它小 给它整齐一点 OK 那么呢 这个格子呢 你可以放大放小 然后这里可以转来转去 你可以打斜斜 让你知道你们喜欢哪个 pattern 都可以啦 OK 那么呢 放在你觉得适合的地方 现在呢 我草图已经画好了 我怎么放草图给老师看呢 OK 同样的方式 就是添加 OK 然后找image 就是图像 点击过后 如果fromphotos呢 就是添加已经拍好的照片 在你电话里面已经储存好的照片 OK 那么fromcamera呢 就是当场拍摄的照片 OK 现在我们拍 假设我已经设计好了 我们就用fromcamera 点击一下 找我们要的照片 拍一下 OK 拍好确定是这是你要的过后 你就按打勾 如果你不要你按打叉 他再拍多一次 OK 那么我们打勾 OK 这样照片有了 你会看到他出现八个点 OK 同样的也是可以把它拉大拉小啊 OK 然后这里可以转动转系 OK 看你们喜欢啦 OK 把它摆在你要的位置 这样就完成了 那么第三章 要怎么做呢 同样的也是 按添加slide 那么我们再选择我们的 blank OK 好 这个是一种方法 OK 那么呢 如果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反正炒图1 我要打一样的 OK 我懒惰在改字体 我要打一样的 只是照片我放不同的 那么怎么做呢 OK 你们可以 双击 copy OK 然后 paste OK 看到我paste字吗 按paste 它就出现一模一样的 OK 那么 它出现两张一模一样的 OK 所以再吃饭多一次啊 怎么做 首先点击 按 OK 按两下 OK 好 那么按copy OK 在你要的地方 再按下 paste 它就会出现多一张了 OK 那么你们不要的话怎么办呢 OK 等一下按三个点 它有个delete OK 就delete掉它 这个也是 我不要 OK 我就点三个点 delete掉它 OK 这个我也delete掉它 好 那么现在我们示范一下 做炒图2啦 那么这里呢 结果就省时间 我就copy出来了 等一下 copy OK 再点四 paste 再点四 paste OK 现在我们有三张一样的了 我仔细要在这边改一下炒图1 是吗 OK 双击 OK 改成炒图2 然后把它换一下子体 子体的颜色 我换成 orince OK 放给它出 好 那么呢 照片呢 我要拍过 所以我点击照片 按delete 添加 image OK from camera 再拍第二张图 OK 那么好了 barrow OK 再挑戴一下 这是我的炒图2了 那么炒图 第三张 同样的 我已经copy了 所以一模一样了 所以我只需要改字体 改一些字就好了 炒图3 然后这照片我不要 OK 我delete它 OK 那么现在呢 我选择 如果 如果假设我选择 我已经有 在存在电话里面的图画 OK 假设我已经事先拍了 好 就先from photo 那么from photo呢 我们就可以找出 在我们电话里面 已经存在了的照片 OK 我们可以点这边 找image 这是第一个方式 或者是点三条线 找你的gallery OK gallery是比较容易看的 那么我就找知道 OK 假设这是我要的照片 我就点击 OK 好了 决定了 就打勾 就出现了 OK 那么我不要这么简单 我要把它 我不要这整张 我只是要中间那个图案 那么怎样点呢 OK 当你点照片的时候 它会出现下面这些功能键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 按这个 按Crop 按Crop的话 就会出现 这些 黑色的框框 可以把它拉 就是把它切起来 切掉 修剪 修图 好了 就点旁边 OK 完成 就是这样子 OK 现在我们已经三张slide都有了 看到吗 啊 完成了 OK 那么有些同学说 老师我想在第一张封面里 我要放照片 放图画 做背景 可以吗 是可以的 按添加 OK 你们去哪里呢 去image 同样的 那么我就用我已经有了的照片 Propoto 首先点三条痕 找Gallery 为什么找Gallery 因为Gallery 是比较容易看到你的照片 OK 就容易找你要的照片 就好像这样子 同样的我放这个Frozen 这是假设我要的啦 打勾 OK 出现了 把它拉到我们要的尺寸 差不多这样子 然后现在怎么办 它盖出了我们的字 OK 我们看到这个旁边这个吗 不是 OK 现在照片选好了 我们拉到我们要的尺寸了 OK 那么我们把照片 因为刚才我们做了过 把照片放上去 把后面的这些字 都 啊 盖掉了 所以我们要把它移去后面 我们就点照片一下 OK 它就会出现这个 这些字体 点一下就好了 按三个点 看到send to back send to back 一点 你看它跑到后面去了 OK 它不再遮打你了 好 那么同样的这个我也是要同样的背景 好 我再insert多一次 insert image OK from photos 我就放不一样的照片 OK 我就放另外一个照片 放哪里好了 还是放成发表 OK 然后 OK 你们就拉大你们要的尺寸 OK 好 这是示范而已啦 那么如果你放错照片 你不要你只要点一下 按delete就可以了 OK 那么你们完成了 这个课页算是完成了 因为它三张都有了 那么要怎样储存呢 OK 这个课页其实是不需要去save的 它会自动自己存档 你只需要做的是 当你完成好了所有的东西 只要打擦 OK 再打擦 它就回来这里了 OK 那么这时候你就可以点击hand in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hand in了 我有错 我还想要p 我还想要改的话呢 假设我现在交给老师了 OK 等一下 OK 那么现在你觉得说 哎呀我成交了 但是我还想要再改一下 OK 那么就可以按 按submit 在老师还没有给分数之前 就按submit 就是把你的课页退回来 它就变成这样子 OK 你这时候呢 你再点进去 要更改的话 这时候就出现不一样的东西了 你会看到这边有一支笔 OK 这时候呢 不要点击这个笔 OK 这个笔呢 只是preview 让你画东西而已 OK 你会看到这是你已经完成了的preview 但是你不要点击笔 点击笔的话 你里面的东西就完蛋了 OK 你点击这个四方形 一个箭头的四方形 点出来 它就跳来这边 OK 那么同样的 要怎样改叻 惨了 那个功能键不见了 记得 随便点一张 按edit 就可以了 好 同学们 那么呢 那老师今天 今天的这个 tutorial 就到此为止 这个教学步骤 那么希望同学们 可以尝试 然后可以考好的观察这个 video go 尝试再加用尝试 Tablet呢 它其实的功能也是一模一样的 都是要先下载Google slide OK 然后 功能键也是一模一样 那么电脑呢 也没有插到 那么老师呢 觉得如果你是用电话的话 会比较方便 因为你有放图的话 可以直接拍照 OK 电脑的话就稍微有点麻烦 所以可以的话 你用电话其实也不会说很难 因为也没有多少个字要打 OK 那么希望同学们 看了这个 video 过后 别尝试完成科业给我 谢谢大家